想要养好长寿花有五帕 你知道是哪五帕吗 欢迎我们再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帮主播点个赞 支持一下主播 第一帕就是怕没有阳光 长寿花呢是一款非常喜欢光照的植物 我们一定要给它放在窗台上 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开花 而且开花大颜色鲜艳 如果光照不足 花色暗淡无光 没有光泽 而且花苞会打蔫 花头下垂 第二帕就是怕水浇多 长寿花呢跟剁肉一样 它是一颗圣诞加兰菜 它的叶片肥厚 而且里面的话自带水分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平常在养护的过程中 只要半个月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浇水过多 浇水过多容易烂根 第三帕就是往花苞上去喷水 有很多花友呢 习惯性的没有事 喜欢往花苞上喷水 花苞喷水的话会送上你的花苞 花期缩短 而且花苞腐烂 第四帕就是只浇清水不施肥 长寿花我们都知道 它的花苞非常的多 花期很长 能开三到五个月 如果说你每次浇水 只浇清水不施肥 这样你的长寿花 花期会缩短 上面的小花苞 就会出现干包小包 有花苞开不了的现象 第五帕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说既用大盆 长寿花我们在换盆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选择大小合适的花盆 花盆可以看一下啊 一定要什么呀 口径大小合适 不需要太大 你看没有 就是你换好盆以后 俯身去看 你这个花只能看到花 看不到花盆 盆只是用来给花长根系的 盆太多 土也多 这样浇水过多 很容易出现烂根烂叶 而且你的长寿花 养不多久 它就会出现什么呀 黑腐病 所以说我们选择 小盆养大花 大盆养丝花 长寿花的五个点 你一定要学会 学会这五点 你的长寿花 就能年年开花 花开花盆 花友们如果觉得 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帮主播点个赞 双击收藏加关注 谢谢